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第四个平行世界 第五个平行世界是比鲁斯杀死扎马斯 但是在为莱特南克斯的世界扎马斯并没有死去 因此又诞生出另一个新的平行世界 因为这点同样诞生了一枚新的时间戒指 第六个平行世界是悟空召唤出拳王后 拳王毁灭了为莱特南克斯的世界 打败了扎马斯 为莱特南克斯却无家可归 但是维斯出了个主意 打算送为莱特南克斯去更早的时间线 也就是扎马斯没有被消灭之前的时间线 而现代维斯也未告知未来的维斯 让未来维斯利用魔风波封印扎马斯 由此隔剑经历了几场战斗之后 平行世界的数量变成了六个 那么拳王的数量自然也有六位了 第二个是悟空患上了心脏病 是因为喝了超神水导致 悟空的心脏病全名叫做病毒性心脏病 纵观悟空这一路走来 唯一接触过含有毒的东西 估计也只有超神水了 因为猫星人曾介绍过 悟空并不是唯一喝过超神水的人 而曾经那些喝过超神水的人 已经变成了一堆白骨 在则悟空喝下超神水后 承受了万件穿新的痛苦 反观悟空心脏病爆发后 同样也是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由此隔见悟空的心脏病 是因为喝了超神水导致 第三个是除了精神时光屋之外 还有两个地方时间流速也不一样 都知道在精神时光屋的一年 外面也就是过了一天时间 但是没有是当初指导悟空修炼 同样也进入了一个神奇空间 在里面修炼三个月的时间 外界也就过了一个月 还有悟空和被其他在部外神行使 比鲁斯嫌弃悟空太吵了 让维斯送悟空和被其他 进入拐杖中的空间修炼 在里面的时间流速同样比外界快 第四个是天使一族掌握三种八个技能 第一种是可以将死人复活 当初力量大赛结束后 就是维斯出手复活的弗力杀 第二种是让时间倒流 当初弗力杀毁灭了地球 但是在维斯的帮助下 时间逆转回到地球毁灭之前 最终弗力杀被悟空打败 只不过时间倒流技能 只能倒流三分钟以内的事情 第三种是自在机攻指示常态 悟空固定的自在机攻 在提示这里却只是常态模式 第五个是未来世界的部外神 并不是被扎马斯杀死 都知道部外神和戒王神是共生 而未来特南克斯世界的戒王神 其实在《魔人捕鸥》片中 为了阻止巴比迪和达布拉复活捕鸥 就已经被达布拉杀死了 所以未来世界的比鲁斯 算起来是死于达布拉之手 所以扎马斯说自己杀死了所有的神 其实是有吹牛的成分在内 第六个是天使一族 受到两种规则的束缚 首先天使一族需要保持中立 一旦使用天使之力进行战斗 就会被宇宙的规则抹除 梅尔斯当初使用天使之力对战魔罗 最终直接被抹除消失 最终是界王神用自己的寿命 才让梅尔斯复活了过来 但是复活后的梅尔斯成了普通人 已经失去了天使的力量 第二个束缚是部外神一旦死亡 天使也会陷入沉睡 可以看到力量大赛上 七个宇宙的部外神都被拳王抹除 但是天使并没有死去 但是在悟空的宇宙获得胜利后 可以看到其他天使都不在了 就是因为他们即将陷入沉睡 第七个是大神观 是宇宙最强者 拳王虽然是众神之助 但是最强的人却是大神观 这点在漫画中维持有所介绍 而拳王之所以能毁灭宇宙 并不是因为战斗力强大的原因 而是掌握了万能橡皮茶的能力 非要形容的话就是加强半步外神 第八个是纳美克星人的先祖 其实是神龙萨拉玛 仔细看能制造龙珠的人 除了纳美克星人之外 就只剩下龙神萨拉玛了 因为纳美克星人制造龙珠 是与生俱来的天赋 而非后天领悟 这就类似于血脉传承一样 正是因为萨拉玛能制造龙珠 所以身为后援的纳美克星人 也继承了先祖制造龙珠的能力 第九个是悟空对战杀戮时 并没有拿出全力而是滑水了 都知道悟空拥有元气弹 以及界王拳两种招数 当初打弗力杀时悟空都用上了 但是打杀戮时却一招都没用 要知道杀戮在没有变成闪电杀戮时 悟空就主动认输不打了 以悟空当时的实力即便差了杀戮一些 但是使用元气弹的话 还是能将杀戮打败 第十个是比克大魔王生的孩子 为什么和自己长得不一样 仔细看比克大魔王在三百年前 孩子的数量那是遍布天下 但是却没有一个孩子 是和比克大魔王长相一样 但是在比克大魔王临死前生的孩子 模样上却和比克大魔王一样 其中有两个小细节值得关注 那就是比克大魔王被杀死后 天神按理说也会死才对 但悟空打败比克大魔王后 天神并没有因此死去 但是当比克二世被拿半杀死后 天神却在那一刻也死了 第二个细节比克大魔王并不完整 因为比克大魔王的全身一分为二 可以说比克大魔王是血念的化身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比克大魔王只要不死 生出的孩子就只是单纯的魔族 可当比克大魔王即将要死之际 生出的最后一个孩子 将会继承比克大魔王的全部 因此比克的模样和比克大魔王一样 反观纳美克星的大长老 因为没有将自己一分为二 并且体内也没有邪恶的念头 因此纳美克星上的人 模样上基本都是一个样子 第十一个是波波先生无法离开天神殿 仔细看在魔人博物片中 波波先生可以和超赛对抗一二 这样的实力不说多高 波千绝对是百分之百 但是在第一部骑龙珠的时候 初代比克大魔王的战斗力 其实连三百都达不到 二代比克的战斗力达到了三百多 但是面对波波先生依然不是对手 结果天神却亲自下凡 附地到普通人身上打算封印比克 结果反而被比克施展反向魔封锅 自己还被比克吃进肚子里 而我们也知道波波先生是天神的不仁 结果不仁反而留在天神殿 让天神亲自出马 只能说明波波先生无法离开天神殿 要不然打败比克的重验 都轮不到悟空身上 波波先生出马一个打两 第十二个是天使被规则抹杀 即便是超级神龙也无法复活 都知道天使一族需要保持中立 一旦出手就像梅尔斯一样被抹杀 但是被抹杀后的梅尔斯 却无法通过超级神龙完全复活 还是大神官用逆天手段 保留了扎马斯的灵魂体 最终是借王神用自己的寿命 将梅尔斯复活了过来 可梅尔斯即便复活了 却变成了普通人 可见即便是最厉害的超级神龙 也无法打破天使一族被抹除的规则